哈喽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给大家安利一部电影《复制娇妻》,安娜是电视圈的神奇人物,她创下很多惊人的收视率,这天安娜的情感栏目出现杀人事件,于是她被解雇了,丈夫小楠为了让安娜振作起来,选择搬家,一早金夫人带着安娜去见主妇们,眼前穿着光鲜的主妇们令安娜很失吃惊,在这里安娜即使女作家,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,随后所有的人都前往舞台。 现场有一个女人疯狂的旋转,随后被金夫人的丈夫Michael及时处理,白天的事让安娜很是不安,她开始质问小楠,俩人还因此翻旧账,大吵了一架。 第二天,安娜为了小楠打扮成家庭主妇,这让他们觉得很是突兀,紧接着三人去看望受伤的女人,却发现一个刻着名字的遥控器,但他们并不以为然。 这天,小楠在男子会所得知小镇的秘密,看似完美的主妇其实都是科技的成果,主妇们都是被遥控器所控制的,这天安娜发现一样,于是想要离开,可小楠却以明天离开为借口。 当晚安娜发现扣着自己名字的遥控器,好奇的她立刻查找资料,知道真相的安娜前去找女作家,却发现女作家也心情大变。 随后安娜去质问Michael,却得知了小楠的计划,在Michael的介绍下,安娜得知竹夫们的大脑里植入了纳米晶片,身体也随之被控制,于是安娜质问小楠是否也想让她变成机器人,这样小楠有所触动。 伤心的安娜听了小楠的意见,舞会当天,小楠来到地下室搞鬼,并成功地解放所有女性,得知后Michael想要杀死小楠,却被安娜先爆头。 原来幕后黑手是金夫人,当年她杀死出轨的Michael,并为了美好的家庭梦而创造这个小镇。 最后金夫人触电而死,最终男人们被迫成为家庭富男,科技的确可以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,可世上的感情不是科技能操控的。 好了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哦。